民眾確診想吃清冠一號緩解症狀 但15日開始公費清冠一號 無法隨意開立 需符合65歲以上或65歲以下 BMI大於等於30 有慢性疾病者 如果非重症族群需出現高燒不退 咳嗽明顯兼具喘症 12歲以上符合以上條件症狀者 才能使用公費清冠一號 我們在開立醫藥物上面 就會變得會比較 綁手綁腳 我們一定會問比較多的問題 視訊看診確診患者多了開立 公費門檻會造成中醫師綁手綁腳 花費更多時間 民眾也認為B1.5疫情還未達高峰 限縮公費資格 痛批新規定 比較一下價格 公費僅要150元掛號費 但自費需一千六百多到兩千多元 好的 你要叫人家已經得那個 已經不能去上班 已經夠可憐了 你又要叫他智慧 我跟你講一定很多人不願意 本土疫情發展醫師沈正南分析 現在已將近五萬例 再過一兩週曲線繼續上揚 單日確診就會破六萬例 而且B1.5達到高峰前 至少會感染百分之五人口 約為一百萬人 下禮拜三或下禮拜三 可能有一天會破六萬 疫情可能到十月十一月 這個曲線才會回到湖底 面對疫情持續攀升民眾不幸然 亦想領公費清冠以後 資格受限儘管衛福部 後來放寬症狀條件 但還是引發民怨 記者 陳旋白 楊宗彥 台北報導 海華XO干貝醬 這一罐很厲害很威好嗎 它的蛋白質呢 是雞啊牛啊蝦的三倍 這麼好的干貝醬要去哪裡買 是我們上我們的中天快點購的 電商的網站 搜尋你就可以找到囉 好 希望大家愛用喔